我们今天要研究的题目是上帝的羔羊 在我们开始研究以前呢 我们先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感谢主能够使我们有机会学习你的话语 求主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灵 明白你的话语 我们先上这样祷告 祈求实在不配 靠主的名求 阿们 圣经呢 以上帝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中心课题 施洗约翰称谈为上帝的羔羊 除去世人罪孽的 在启示录当中 羔羊这个名词呢 一共出现过26次之多 例如在启示录第五章第六节说 宝座与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在启示录第五章第九节呢 既有赞美羔羊的新歌说 你曾被杀 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归于上帝 在启示录第五章的十二节说 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颂赞的 在启示录第十三章的第八节呢 提到有这么一等人 他们的名字是被记在从创世以来被杀之羔羊的生命册上的 我们现在呢 就要来研究这个题目 有人说上帝的羔羊之所以能除去世人的罪孽 是因他被钉十字架 替人类赎了罪 这话对吗 对啊 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了 就是为了要救我们脱离罪恶与死亡 作为生命之人的耶稣基督呢 他本来是不能死的 因此呢 他就取了人性 好为众人的长死位 在圣经西伯来书第二章的第九节和第十四节说 耶稣因为受死的苦呢 就得了尊贵荣耀 为冠冕 叫他因着上帝的恩 为人人尝了死味 神基督说 而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 特要借着死 败坏那长死权的 就是魔鬼 这里说魔鬼长死权 我以为上帝有赐生命的权柄 也有将生命收回的权柄 但是魔鬼怎样长死权呢 这个问题啊 在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有回答说 罪的功架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面乃是永生 撒旦呢 是罪恶的始作俑者 又是罪所导致的死亡的根源 耶稣呢 就取了人性的时候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呢 他没有犯罪 因此 耶稣基督是献上无罪的身体 做我们的赎罪祭 他诞生以前呢 圣经记载说 天使论到玛利亚对约瑟说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是记载马太福音第一章的第二十一节 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时候呢 他为我们的罪 偿付了死的工价 我们就不需要为自己的罪呢 遭受第二次的死了 这样 基督打破了魔鬼所长的死权 但是第一次的死呢 仍然是众人必须经过的 以后还要复活 耶稣基督呢 就对我们说 你们啊 不要把这件事情看作稀奇 因为时候呢 要到了 凡是在坟墓里面的呢 都要听见耶稣基督的声音 就要出来 行善的复活得身 作恶的呢 要复活定罪 这些复活得身的 就不再死了 而复活定罪的呢 就要受第二次的死 在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十五节里面说 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 他就被扔在火壶里 耶稣呢 在这里称第一次的死为睡 因为死了一次的人呢 都是要先后复活的 就好像人睡觉一样 到时候呢 总是要醒过来了 有人说 因始祖犯了罪 我们都要死 其实亚当夏娃犯罪 与我们无关 为什么要我们承担后果呢 在这里啊 我们要分清楚 责任与后果呢 是两回事情 圣经摩西律法里面提到过说 不可因子杀父 也不可因父杀子 凡被杀的呢 都是为本身的罪 这是一个责任问题 就好像我们经常说的呢 一人做事 一人当 但是呢 在这世界上 我们看很多 一人闯祸 多人遭殃呢 这个事情呢 我们经常见到 这是一个后果的问题 比如说 一个怀孕的妇女 在怀孕期间呢 她继续的抽烟 去酒 使用毒品 那么她府中的胎儿呢 就必定要受害 这是一个必然的后果 虽然这个孩子呢 不要为此负责任 照样 我们的始祖犯罪以后呢 照获子孙 将堕落的人性 都传给后代 使我们都有自私自利的 犯罪的倾向 因此 罗马书第五章呢 第一节 不对 就是罗马书第五章 第十二节说呢 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呢 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 如果没有出路的话呢 我们只有等死了 所幸的是 那个从创世以来 被杀的羔羊呢 也就是耶稣基督 为我们人人开了生路 所以在罗马书第五章的 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节说呢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 因一次的异行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因一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 因一人的顺从 众人也就成为义了 我们这里所说的义呢 就是指没有罪 和不犯罪的意思 这节经文两次提到一人 指的是先祖 亚当和耶稣基督 对吗 对啊 前面讲到的一人呢 就是指亚当 因为他的悖逆呢 众人都成为罪人了 后面这个一人呢 就是指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异行呢 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 在这里啊 我们要注意 众人成为罪人呢 是无条件的 众人被称义得生命呢 是有条件的 我们不妨设一个比喻说 亚当和基督呢 都好比是船长 可是亚当开船的时候呢 把船稿翻了 把乘客都翻到罪恶的苦海里去了 大家就拼命的挣扎 无力自拔 这是无条件的 因为始祖犯罪之后呢 全人类的本性都腐化了 生下来呢 就爱犯罪 要与上帝为敌 现在 耶稣基督呢 把救生船开过来了 凡是想要脱离罪恶与死亡的人呢 就必须上船 这就是我们得救的条件 所以说 如果我们 坠入苦海呢 是无条件的 得救呢 是有条件的 当初 船上的人落水的时候呢 他们当然要埋怨失足了 可是现在呢 耶稣基督开来救生船 他们若不爬上去 终于葬身大海 这时候 他们就不能再怪失足 只能怪他们自己了 是的 哦 我们生下来 就是有犯罪倾向的 那么 接受基督的救恩以后 在性格上 是否会有改变呢 根据圣经的教导呢 在我们接受 耶稣基督的救恩以后 我们在性格上呢 是要有改变的 而且呢 是要有彻底的改变 主耶稣说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建上帝的国 他更说 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就不能进上帝的国 从肉身生的呢 就是肉身 从灵生的 就是灵 主耶稣说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的 不要以为稀奇 在格林多后书 第五章第十七节说呢 若是有人在基督里呢 他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就好像是一个出生的婴儿一样 但是有一点呢 我们知道 婴儿若是不继续喂奶呢 它势必夭折 因此 使徒彼得就劝勉新生的基督徒说 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 像财身的婴孩 爱慕灵奶一样 叫你们因此建长 以致得救 是的 你的前书二章二节 这是在那里引出来的 这里灵奶呢 就是指圣经里的话 它能够改变人的性格 这里面呢 有一个自然的规律 在起作用 我们知道 人生下来呢 就要喝奶 长大了呢 要吃饭 肉身是如此 灵性呢 也是如此 肉体没有饮食呢 就要死亡 灵性没有营养呢 也会死的 所以呢 在约翰福音里边啊 用一整章的篇幅来介绍 耶稣基督 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真理的粮 他叫人呢 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 当时听他话的人呢 不理解他的话 就说 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 给我们吃呢 耶稣便解释给他们说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 肉体是无异的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 就是灵 就是生命 这就是说 灵奶和灵粮呢 就是他所讲的话 我们经常读圣经里面 所记得耶稣讲的真理 这就是吃他的肉 喝他的血了 把主的血和肉呢 消化吸收 变成我们的血肉 使基督 同我们相互融合一致 创世纪最初 怎样提示 基督为上帝的羔羊呢 我们知道 在创世纪第三章里面 提到说 上帝为亚当 和他的妻子夏娃呢 用皮子做衣服 给他们穿 这里就暗示 有一个动物呢 必须被杀 我们再看另一位纪啊 这里面就规定 凡是 献赎罪纪的深处呢 必须要由罪人 自己来宰杀 所以 上帝让亚当 对无辜的深处呢 开刀 剥取他的兽皮 为亚当遮仇 我们可以想到 亚当是永远不会忘记 这一个惨痛的教训的 因为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 一个无辜的动物 为了他的罪 而流血死去 这使他更加能够体会到 上帝无罪的羔羊 耶稣基督 是怎样的 为人类舍命呢 我听到 我看到圣经里 称基督为女人的后衣 又称他为上帝的羔羊 这里面 包含了什么 圣经的真理呢 圣经里面称啊 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衣 这是讲到呢 他与蛇彼此为仇 给他制念的打击 是预表耶稣基督呢 与罪恶战斗的胜利 凡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呢 都应当在自己生活中 战胜罪恶 使耶稣基督的胜利呢 成为我们的胜利 称他为上帝的羔羊呢 就是指 他替我们付上了罪的代价 洗除了 我们相信他以前所犯的罪 使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呢 得称为义 这个具体的圣经章节呢 你可以看罗马书第三章 第二十五节 以后有空可以看 耶稣基督 对悔改的罪人说 我不定你的罪 但是呢 他没有就在这里停住了 他接着说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这就说明呢 我们接受他为上帝的羔羊 被称为义 也就是被上帝算为无罪以后呢 不要再继续犯罪了 要靠主呢 常住在我们的心里 来战胜罪恶的权势 就好像是史书保罗所说的 要是基督在我们的心里呢 成为有荣耀的盼望 这一节经文呢 你可以去看 哥罗西书第一章的第二十七节 基督的福音 蕴藏在创世纪中 太奇妙了 这篇书里 还有其他 与福音相关的经文吗 有啊 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呢 讲到亚当有两个儿子 盖颖和亚伯呢 向上帝献祭的故事里面 又有羊羔出现了 这里说 有一天呢 该隐拿地里的出产 献给上帝 而亚伯呢 从他羊群当中 将头身的和羊的油脂呢 也献给上帝 耶和华呢 看中了亚伯和他的贡物 只是呢 看不中该隐和他的贡物 我们可以想象到 亚当宰杀了第一只上帝的羔羊以后呢 是必定会教他的子孙 造这个样子去献祭 亚伯所献的祭呢 因为上帝所看中 就是他所献的羊呢 表明了亚伯对 那个为他的罪而死的 上帝羔羊的信心 而该隐献的是没有血的土产 这就表明 他不相信将来为人类流血的救助 反而要以自己的功德自傲 因此呢 上帝呢 就没有约纳他的羡物 在耶稣作为上帝的羔羊的道理中 还有什么实际的教训吗 我们可以想象得到 羔羊呢 是温和驯服的动物 这象征着基督愿意献上自己 类顺从天父的旨意 在以色亚书53章第4到第12节呢 对这个有详细的叙述 这里说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上帝击打苦待了 哪知 他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 个人偏行几路 耶和华是我们纵人的罪孽 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 在受苦的时候 却不开口 他像羊羔 被牵到宰杀之地 又像羊 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 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 他被夺去 至于他同事的人 谁想他受鞭打 从活人之地被剪除 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然未行强暴 口中也没有诡诈 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 谁知死的时候 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 使他受痛苦 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 他必看见后裔 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 必在他手中恒通 他必看见自己老仆的功效 便心满意足 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仆 得逞为义 并且他要担当 他们的罪孽 因为他将命庆道 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 他却担当多人的罪 又为罪犯代求 我听说 这是基督出生之前 七百多年前写的 这些预言 在基督的生 死 与复活中 是怎样应验的呢 圣经当中 有这样的记载 就是当犹太的首领们 派武装暴徒 来捉纳耶稣的时候 耶稣正带着门徒 在园林里面祈祷 门徒彼得 看见行事危急 拔出刀来就要自卫 这时候耶稣对他说 收刀入鞘吧 凡动刀的 必死在刀下 你想 我不能求我父 现在为我差遣 十二银多天使来吗 若是这样 经上所说 事情必须如此的话 应该怎样应验呢 耶稣毫不抵抗的呢 就被捉拿了 门徒这时候 都离开他逃走了 然后祭司长和全公会呢 就寻找假见证 要控告耶稣 要置他于死地 虽然有好些人 来做假见证 可是呢 总得不到实据 大祭司就站起来 对耶稣说 你什么都不回答吗 耶稣呢 却不言语 大祭司 这时候就对他说 我指着永生的上帝 叫你启示 告诉我 你是上帝的儿子 基督不是 这既是法庭上 宣誓作证呢 耶稣便不再保持沉默了 耶稣对他说 你说的是 然而 我告诉你们 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 坐在全能者的右边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基督在这里呢 郑重的声明自己的身份 同时已向众人发出了庄严的预言 以作为忠告 可是大祭司呢 听见以后就撕开衣服说 他说前旺的话了 我们何必再用见真人呢 这前旺的话你们都听见了 你们的意思如何呢 这些暴徒就回答说 他是该死的 他们就吐沫在他脸上 用拳头打他 也有用手掌打他的 并且说 基督啊 你是先知 就告诉我们 打你的是谁了 犹太人当时呢 是受罗马统治的 他没有判人死刑的权柄 于是呢 他们便把耶稣基督 交给罗马的巡夫 比拉多去审问 他们控告耶稣的罪名呢 就是他自称是犹太的国王 按照罗马刑罚呢 这个就是判乱罪了 因此呢 比拉多问耶稣的第一句话就是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我的国呢 若属这世界 我的臣服必要征战 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 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比拉多呢 看到耶稣既没有武装 不构成威胁 况且呢 犹太人是如此的恨他 他哪有可能做他们的王呢 因此呢 就问耶稣说 这样你是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我是王 我为此而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数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 比拉多呢 就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呢 说了这些话呢 他不等耶稣回答 就出来到犹太太那里 对他们说 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 耶稣的话充满了熟灵的魄力 同时耶稣并没有为自己的安危辩护什么 对啊 耶稣呢 先说明了 他的王国不是建立在武力的基础上 然后指出 他的国呢 是真理之国 是的 他肯劝比拉多呢 归降于真理的威力之下 就好像他对比拉多说 比拉多 现在正是你进真理之国的机会了 你若是愿意数真理 就听我的话 做真理王国的子民 耶稣基督救灵的迫切之心呢 实在是令人感动 即使是在生死的关头 依然是诚心可见 耶稣给比拉多认识真理的机会 可惜呢 这个优柔寡断的总督啊 被群众的喊声呢 所左右 只是问了一句 什么是真理 不等耶稣答复 就转身而去 错失了良机 这样看来 耶稣的柔和谦卑 不只是不抵抗 而是在艰苦和考验之下 仍然为真理做见证 是啊 耶稣呢 总是为真理而战 从来输了为了自私的目的 他要利用一切的机会 总要把真理呈现在世人面前 对一切可慕真理的人呢 他愿意在天国为他们保留地位 大祭祀拒绝耶稣提供的展望到末日 宣扬勒马 认罪悔改的最后机会 他竟然撕裂衣服 不然大怒 比拉多呢 也轻易的放过了接受真理的好机会 我们呢 千万不可以重蹈他们的福车 现在就应当虚心的接受耶稣基督 我衷心的希望全世界的人呢 都能够来仰望上帝的羔羊 让他的宝血洗去我们的罪物 靠着他的能力呢 来战胜每一天我们所遇到的试探 是啊 我也是真是希望人人都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谢谢你今天回答了我这许多的问题 我们呢 都应该谢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羔羊耶稣基督 现在呢 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 我们感谢你 将你的羔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使我们靠着他的宝血 可以在你里面在你面前得称为义 我们感谢你 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 使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成为义 我们献上这样的祷告 祈求 实在不配 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